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是八點 八點 台灣是七點 我們住的是Anderhofster 蠻高的整個時間樓 那裡面空間小到日本 很典型的日本城 對啊 這都是西館 台灣都沒有這個水上的地方 嗯 甜甜 看起來不激烈 它這感覺很好吃 它是用米做的 因為我剛才看它那個 比較素的 它沒有米做的 因為是無膚脂 蠻好吃的 意外好吃 口感很好 你的澱粉會比較Q一點點 就不用用蛋就可以用到Q 星巴克還是很厲害 因為每一個國家的星巴克都會做出 他們的文化 飲食文化適合的選項 整個看起來就比昨天的貓粉好吃多了 昨天的貓粉還在包包裡 都會不想吃 這看起來就是濕潤的 對啊 昨天那個真的好乾喔 而且這個很接近去 沒有麵粉 而且這也是用米做的 香蕉 這家是所有的 附近星巴克裡面評價最低的 最低的 最低的 可是是服務超好的欸 而且店員 主要店員也會講音 對 是因為很近嗎 就是你要跑到二樓堂的位置 其實有可能 而且比較小 但是有什麼辦法 其它是很大間 然後一樓 然後是沙發座圍 那種 在車站旁邊的中間 常常都正樣 對啊 或是市場 麵糊沒有 早餐店的 這就是 最熟悉又最方便 超多人 滿滿的 他們都是喜歡這樣子的 可是有一種 專教底的感覺 進入雷門 還要買上面吃嗎 哪裡有 喔你說 好上 可是我覺得它都是那種 吃起來就還好 好吃甜 因為它那個奶油 對啊 太多 不好吃 就是不不方便吃 它會吃到就是 試吃菜式 對啊 天草寺 我們來稍微介紹一下 天草寺的歷史吧 最早是在 思源大概六百多年的時候 有一對兄弟 去捕魚 然後他們就是 在河川上發現了一尊狗殺 就去把它打倒起來 嗯 帶回去給土地長 鑑定 結果他們就 確認這是一個 官式陰謀的 那個巷 然後就 在這一個地方 蓋了一個寺廟去供奉 嗯 那因為那是很早以前 然後中間有經歷地震 還有火災 就是都有受損 陸續修復 在1642年的時候 那一次火災重建之後呢 就好像滿厲害 就可以維持很久 嗯 大概有三百年左右 都沒有再有受損 就是中間就算經歷地震 什麼的也都沒事 嗯 可是就在二次世界大戰 要結束的時候 1945年東京收到空襲 那個時候 就是他的本堂啊 等等全部都被破壞得很嚴重 1951年重建完 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一直維持到現在 因為也是相對和平吧 而且 建法可能 之前的都已經可以免於地震的受損 所以後面應該地震也不會太大的影響 而且他是 東京最古老的寺廟之一 也是有人寫之一 因為就不想要就是下斷定 就是絕對是最古老 太古老也無法 真的滿古老的 對無法可考 而且是這邊庶民文化的一個中心 先拿香 先拿兩百元 這個香聞起來不會很不舒服 是不是 好像不太油 好暈啊 好暈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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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了 突然發現台灣的豆漿大王 而且它有素食 還有甜飯桶 這個也可以 而且它很明明放這邊 那我們進去點 待在車上吃 他們都會做這種很可愛的東西 很可愛的 我說這是前朝的 心眾見識 這樣大概185台 一個飯桶加一杯豆漿 外來時就是這樣 兩個店員都會說中文 沒錯 到了喔 喔好近喔 完全看到 那我覺得已經很多了 想說你幹嘛來日本 好緊張 好像我男朋友 因為我旁邊要直接閉嘴 對 像不太一樣的味道 可以有鮮味 那我覺得一樣 可以跟他翻 然後我看他用的酸菜 這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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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不太一樣 就像不太一樣 你再吃了 我還不太好 這酸菜 可以吃了 那個酸菜 好酸 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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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中午日光 這邊是浪姐妹 這邊是小的 真的嗎? 我們又遇到了一個行李滿貴的狀態 好多很多大行李班 你看大型行李櫃全部是滿的 對 然後剛剛前面一個車站的 也是滿的 對 我們還特地推薦 這個先生跟我們遇到一模一樣的 跑來跑去 我們現在要來 我們今天經歷了非常荒唐的一段旅行 真的超荒唐 而且我後來發現不是只有我們這樣 因為剛才我們在那個 就是旅遊中心位的時候 每個人進來都跟我們差不多的情況 連剛剛幫我們服務的姐姐們都非常的緊張 然後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們本來預計是 1點半 從那個 東武日光站 搭公車來到中產市那邊 預計花一個小時在公車上 然後就花 大概一個多小時在這邊逛一逛 然後就要再搭車回去 因為我們行李機放在 那個車站那邊 結果我們光是搭來這裡 就花了兩個半小時 就是很緊張耶 所以我們剛才就是一下車馬上就又衝去排隊 因為完全沒有時間 在這一關連五分鐘都沒 因為你知道那個 一看到那個一下車就看到那個櫃檸排到 我這是不來 它是我的眼睛 大概有快100公尺 不止才會 然後我們就很緊張 然後我想說那時候都已經快10點了 怎麼辦怎麼辦 一個小時絕對回不去 因為能不能上得了車都是一個問題 然後我就趕快把我去找那個 資訊這個旅遊中心 然後這讓我找到 然後就去問 然後也是花了一個小時在那個裡面詢問 就是請請他們幫我們處理行李的事 所以他就一直打電話 然後等了至少有15分鐘 對方才打電話一回來問 然後結果這同時候又有一對外國情侶 他們是在東京工作的 他們就是也很緊張 他們就說 他們明天就要工作了 今天一定要不要東京 可是看到那個排隊的情況 真的不敢相信自己 工作人員就幫我們打電話 問計程車 我就趁這個時候跟他們說 那我們如果可以交到一載車 我們可以四個人一起share 他們就說好了 結果他們就打了 我們真的是一家 我聽不懂日文 但是呢 我聽得懂口氣 所以他就連續三次都是很失望的口氣作收 你就知道沒有忘了 對啊 唉 在等的時候 又有另外兩個外國女生跑進來 他們跟我們一樣 我就看到他們拿著單子放在座房 我就說我們也是 結果好險是剛才在快五點的時候 終於接到對方的來電 所以他們最後就是會保護行李放在車站的 就是counter的櫃台灣 對 所以我們就只能自己吃 拿到行李了 拿到行李了 那邊就是那個一段台 那邊是三段 現在是 坐上電車 然後到夏天市 換車 完成第一步走 等一下到夏天市不知道幾點 會有到貴人村 對 至少現在是安全 我們終於到了飯店了 好累喔 好多煩惱 是不是覺得當背包客比較好 脫心裡有脫心 是 我們在check it in 姐妹管他遇見 看這邊應該還是有 進來飯店了 好棒 哇 在這裡出兩碗 我覺得還不錯耶 而且好溫暖喔 哇 浴室在外面 那有一個小茶几 有冰箱 保險櫃 茶具 溫暖喔 哇 電視 很日式的 而且我們這四眼鏡 只是現在太大了 那幾點太大了吧 對啊 廁所 廁所也有浴缸 洗澡的東西 洗澡的東西 今天走了才9615度 可是占了 好累喔 三個小時 是累的 Vegan泡麵開箱 泡油跟香辣湯 一個 兩個 三個 調味油 然後麵是早餐 剛剛在7個買了一些青菜 紮菜 還有加飯 嗯 這是豆腐跟青菜 還有玉米 這是玉米跟豆腐 這樣有口味 所以這個 加菜 所以抱著我再加一顆一 要爛掉 嗯 計時 那有數 四分鐘 SALUT 是SALUT SALUT 是法輪 嗯 好甜喔 這是有酒精的葡萄果汁吧 時間到 我覺得有這個蠻不錯的耶 吃細的麵條 那已經泡得還不錯了 可以了 先喝喝看 辣嗎 不會辣 就是 沒有到太辣的酸辣麵 感覺出來是要做出酸辣麵的口味 一點都不辣 這樣有的喝喝看 其實味道蠻淡的 嗯 對也是 剛才可能這樣不用加太多水 因為通常台灣泡麵 就是會過鹹 所以想說要加多一點水 結果這個好像不用 很好吃耶 這樣那味道還不錯 我們還買了毛豆 真的 毛豆也是 素食者的好夥伴 台灣的泡麵很容易你加太多水 就是泡太久 它就會變得很明顯的很爛 對啊 可是這個不會 你知道泡麵的麵吃完 不要馬上把湯喝掉 加了白飯 就會變成鹹漆飯 感覺好慢酥喔 光是看到飯掉下去 其實要微波啦 微波一下會更好 對啊 因為現在比較像是泡飯 湯泡飯 對比較像湯泡飯 喔 我覺得米麵好吃耶 都很好吃啊 但是 飯不錯 日本的飯 口感很好 又是口感 而且它那個 一粒一粒的 很有口感 竟然在日光的南體山上 也看得到富士山 太漂亮了 天氣太好 而且能見度很高 可以看很遠 哇 實在是太美了 哇